接下来我们马上来关注的是 今天苹果日报的消息了 提到说历经财务拉紧报 8月底负债比竟然飙高到了102% 禁止转为负数 如果10月底缴交第三季季报前 还是没有改善的话 那么股票就会面临煞跪的危机 历经的财务吃紧 连带影响到的是苹果生涯未来的供货 外界也预估了 说苹果可能要转单到 台积电体系下的世界先进 低润卖一颗赔一颗 利润比卖卤肉饭还差 继茂德之后 历经也面临禁止转为负数 股票恐怕下跪的窘境 仅此的南科计划要退出标准型低润市场 华雅科则将沦为美光的代工厂 意味着台湾低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惨遭溃败 今年之后三星将会成为 全球低润市场的一个价格决定者 甚至于说低润的一个市场的株栽者 这一天为止我还是全世界做低润 做了CEO最久了 但是这个抬头就咬下来了 被迫放下低润CEO头衔 历经董事长黄崇仁 近年积极转型拓展面板驱动IC 及影像感测晶片代工有不错的斩获 今年第二季晶圆代工产能已经吃紧 接单满载到年底 不过盈运仍然无法摆脱低润市况不佳的冲击 上半年持续亏损 税后净损达到台币85.99亿元 8月底负债比高达102% 每股净值只剩下0.28元 面临股票终止上柜交易的警报 如果10月底缴交第三季季报之前没有改善 就得下柜 历经表示规划办理增资及处分资产提升净值 努力敢在10月底之前完成 不过时间压力确实很大 历经董事长黄崇仁六月股东会 曾经对股东承诺历经拯救方案的三大方向 并且表示今年第四季有机会转亏为盈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历经事况恶化超乎预期 需求不振 地润合约价格持续探底 继尔必达集团8月开始减产30%之后 历经近期也加入减产的行列 法案圈传出南科华雅科已经开始减产 进而导致后段封测代工厂 包含福茂科华东业绩走跌 另外历程等记忆体封测厂 9月营收也可能持续向下探底 冬山台记新闻组合报道